按照比赛惯例来说 分数低的这一方 要接受第一个问题 那么就应该从女孩开始 姑娘你准备好了吗 可以 来 请听题 一次性筷子的发明者 是哪一国人 中国 恭喜 她获得了一格水的奖励 加水 正确答案是日本人发明的 来 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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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凉吗 还可以 还行是吧 坚持啊 现在到你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极了 女孩都很勇敢 何况你呢 好吗 来 请听题 瞎类 依靠什么呼吸 我们吃的什么虾呀 各种虾类啊 靠肺呼吸 靠什么 肺 你这句话真是废话 我吃了这么多年虾 我就没看见虾有肺 恭喜你 你也得到了一格水 我做答案了 靠水 靠什么 靠水 三虎 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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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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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靠水 也不是靠水吗 靠水的是你 虾是靠腮呼吸 嗯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我相信你会记一辈子的 接下来 没有你 没事 你站里的 你还别说随便站着迷人 他不说话 你也觉得挺养眼的 好了吗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来 请听题 现存鸟类中最大的鸟蛋是什么呀 鸵鸟蛋 什么 鸵鸟蛋 鸵鸟蛋 有一种动物叫鸵鸟蛋 哇 你说得好清楚 嗯 好 谢谢 恭喜你 答对了 我给你道喜 他送你一根水 来 闲着也是闲着 加水 水温没事吧 他逐渐的才能上来 因为这炉子刚点上 要呢 我给你 Tough 谢谢大家